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改变现任政府 却为让政府更努力 更有效力地为您服务 根据我国宪法 总统可以在五大方面维护人民利益 而对政府形式否解权 虽然五个方面都重要 我要集中来谈其中的两个 先谈国家的储备金 这是你们的钱 我身为总统 为尽一切所能好好保管 政府如果需要动用 我会确保用途正当 而且有意义 比如建设学校或医院等等 能让国人直接受贿 第二点 委任公共部门重要的职位 我为对政府所推进的公共服务要制人选 进行严格审查 除了背景 才能 我也要确保这些人选 正正击备公共服务精神 而不是受高薪违报 所优惑 总统施行否决权 是个被动的权力 我希望能为总统赋予主动的道德权力 为全体人民做一些正面的事 动用储备金方面 我为鼓励政府多善用储备金 对自己国民的未来做出投资 而不是把钱投资在海外银行或企业 我也为密切关注政府部门 法定机构 以正联公司的人事为任 目前 一人身捐多吃的情况非常普遍 往往是同一个人同时参与多个种世卫 造成权力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这样为造成 较年轻的新加坡人 少了发展才能和理行高级智慧的机位 我为鼓励政府让更多国人在有机位累积经验 在更高的智慧上负取更大的责任 这么多年来 我们已经习惯了总统 即现在外交理界上 那为什么还需要推行民选总统的制度 又给总统定下那么优厚的高薪呢? 我竞选总统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或单独高薪 身为前公务员 我很清楚公共服务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当选 我愿意把总统薪金的大部分拨出来 为贵人民 我为总统身份推动有利于传结全民的社会活动 社会发展太快了 人民无法赶上 他们觉得被受污蔑又没有办法让日子好过一些 对生活现状感到不满 我将推行一些项目 气发有热忱的人一起改善社会 帮助贫困老弱以及失业者 总统有义务使用道德权力 弥合目前不断扩大的社会鸿沟 总统必须能够无畏无忌 明知的对政府提出疑问 并鼓励政府做得更好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统 现在同样也需要这样的总统 为什么我是最佳人选 与其他三个候选人不一样呢? 一,我在政府部门工作了超过十一年 曾经与不同部门合作过 相互监督与编制 共同为人民牟利 多年来 我与同事们维持着和谐以善的关系 当选总统后 我也会保持着友好文和的态度 在互庆互众的基础上 与政府合作 毕竟我曾在总理担任贸工部长期间 跟他合作过 二,我曾经代表新加坡 出席海外卫议和进行正式访问 积备外交事务经验 三,我的专业与经济规划有关 也曾在国际银行工作 对经济形势以 网球金融有深入了解 四,我是四名候选人当中 唯一不曾加入政党执政党的人 在自行总统职务时 才能不带任何感情报复 正正维持独立 最后,我了解在生活便宜 严侦查求存的人的痛苦 我畜生贫寒 母亲替人死衣服 侦查做带大九个子女 但是不管我们多么努力 也总是吃不饱 多归有了亲戚朋友的好心帮忙 所以我们很感恩 也更能体会社区相互扶持的重要 我也跟你们一样 深刻体会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要性 我有四个还在求学的子女 同样希望他们能在一个安定和谐的新加坡中 快乐成长追逐梦想 如果当选总统 我会以建设性而非对抗性的方式 以政府合作 继续维持现有的和谐稳定的环境 让孩子们和所有新加坡人都能充满信心的迎向未来 各位选民 明天你们将为新一任政府总统 投下神圣的一票 总统选举局委员会核准了我的竞选资格 确认我是一位品格正直 心意良好的候选人 也认可了我在财务管理方面有足够经验与能力 去实行总统的自责 今晚能向全国人民请求投我神圣的一票 是我摩大的勇信 我知道全面的路未是漫长和坚固的 但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走 我们将为一起展开这段历程 我知道您一定有勇气用选票做出改变 您在5月7日第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明天也要再一次投下勇敢的一票 在新型图案旁边打个X 为国家的良心投下一票 您有权利做出改变 请行使您的权利投我一票当你的总统 谢谢您 晚安 请行使您yst序